各位好, 記得是星期三晚九點 果然台直播節目《如何講英超》 何輝大哥、小弟何榮 和大家一齊講講未來的摩尼盧回歸奧脫福 當然也會嘗試講到萬成和萬寧的鬥爭 記得要留意當晚的直播節目 來到這一條片, 事先聲明 這條片要爆的, 爆什麼呢? 不是爆粗, 是爆氣 氣誰呢? 大家就知道了 萬成又失兩分了 其實顯然而見, 就真是絲珍高、缺陣的問題 萬成面對密集的時候 想有正常破密集的能力和入球能力 就真的要等到他復出之後才可以談 看到今天我已經很肯定, 我已經很肯定 為什麼我今天這麼能肯定下判斷呢? 因為我終於想到一個方法去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是絲珍高這麼關鍵 其實很簡單而已 幸好我還清楚記得, 就是上一季季初 上一季季初8月25日, 萬成作客打和 狼隊失兩分那場 當時狼隊呢 就跟今天的紐卡索一樣, 都是五個後防球員 當時的萬成就跟今天一樣 都是一樣, 是沒有絲珍高的 沒有絲珍高 結果呢, 同樣都是不夠破密集能力 沒有什麼入球能力 不夠入球能力而失兩分 雖然狼隊那個入球是用手的, 大家都知道 但其實當時人家都空了, 是底輸的 所以就不可以說沒有參考價值 萬成失兩分那場的對狼隊呢 是要大家留意那個就是萬成的進攻問題 我用上季這一場球, 對狼隊這場球 去作為比較就最好不過了 因為上季萬成還是很厲害的嘛 最後來說是拿英超冠軍的嘛 但是為什麼突然之間在這一場對狼隊 會成為上季連結和破密集層次入球能力最低的賽事呢 就是這一場對狼隊是一個個別的戰術有問題 Mandy衝上去拉左邊 一條邊線要他打完 前面沒有進攻怎麼幫他 那他就要面對整個180度角去選擇連結 即是要孤立他了 放大他連結的弱點 減低了萬成整體連結的命中率之餘 也都搞到史特寧沒有得拉邊 大大削弱史特寧的功能 而且大衛斯華沒有了主角位 因為史特寧沒有得拉邊 入了中間Halb Square 頂了大衛斯華的主角位 大衛斯華沒有了這個主角位 就沒有得做禁區頂的創造 停波和underlap插入 所以上季好勁的萬成都突然之間這樣擺Mandy出來 是立刻不行回頭的 但是幸好Mandy在上季好快就傷了 在右手傷了 那麼就出番會執行變形系統 入中路做防守中場的施真高 結果上季萬成有施真高 Mandy重傷一路就贏下去了 重回正軌拿回英超冠軍了 所以上季拿英超冠軍 都包含了一個運氣的 就是萬成這一邊 拖累者Mandy長期受傷 要這個球員長期受傷 才可以拿英超冠軍在運氣裡 不過今季沒有這麼好運氣了 Mandy健健康康 那邊呢 這些球員健康就大問題了 這些觀點真的只有我才敢說的 而且有理據的 因為呢 只要出了這一種就不肯變形 只會上來拉著那邊 而且只會站定定明米明米的左後衛 其實安祖連盧都是的 那麼這個萬成就不夠破密集能力了 經常都會失分的 除非施真高這個變形系統做出來復出 給這個就是史達寧和大衛斯華 去回自己所屬的位置那裡 那麼萬成才可以持續贏回球 那麼這裡就解釋了為什麼 施真高一受傷就搞到大衛斯華沒有了表現 而由於施真高養傷的時間 今次是有點長的 那麼對於今季的成績影響就很大了 那麼入球能力不夠了 那麼再加上拿破迪也傷了 那麼增加了失球的機會 那麼結果就雪常加傷了 更容易失分了 那麼雖然呢 我不排除就是遲些施真高 他復出到之後呢 萬成會上回去 分數會高一些 那麼但是呢 如果今季萬成真的最後失英超冠軍的話呢 那施真高的受傷 以及哥迪奧納不能夠及時教育 到安祖煉盧和Mandy去執行變形系統入中路呢 這個錯失呢 這個過失呢 而導致萬成喪失自我風格 要好像利物浦那樣呢 玩身體對抗明媒 但是萬成球員又沒有利物浦的身體對抗性那麼好呢 這個理由就會變成 萬成沒有了英超冠軍的最主要原因的了 那麼利物浦雖然呢 都是叫左右後衛上去拉邊 進攻點不拉邊 但是始終呢 這一組就是利物浦慣性的風格 他們習慣了這樣做 還有他們呢 就是有個人能力可以這樣隔眼明買明買的 那麼做回自己 叫做 高普叫做回自己呢 就起碼沒有過失 高普起碼沒有過失 但是哥迪奧納今季呢 就有過失了 這裏呢 就是暫時萬成落後到11分的原因了 那麼你今天可以清楚看到了 Mandy繼續自己交失球 以及連累隊友控不定過球 因為他交球太大力了 以及經常都尺寸不對 那麼正是在他身上 Mandy身上都經意喪失了很多機會了 那麼跟著呢 就是他搶了個邊線的位置 史達寧沒有得在邊線那裡 很開揚地 45度角插入禁區 所以大衛斯華也沒有上禁區頂的機會去送直線 所以大衛斯華在中路多次嘗試連結中路的史達寧 通常都是失敗 雖然呢就是萬成在21分鐘的時候能夠打開紀錄 大衛斯華和史達寧都有參與其中 但是你可以很明顯看到的就是他們兩個本來在中路的連結 面對太多後衛了 難度太高了 根本呢 那個連結一組是失敗了的了 只不過呢是靠運氣 產生鴨仔波 那個波怎樣都要落在大衛斯華腳下 才能助到他助攻到史達寧 其實是靠對手的解圍呢 是有一點點不幸 給回萬成的意思 萬成靠運氣了 這樣才能入球的 但是其餘的時間呢 再沒有運氣幫忙 就根本是老鼠拉貴 Mandy有速度呢 但是在邊線那裡都是站定定 明米明米 不會斬入 不會插進去的 不會插進去的 那其實呢 人家五個後衛了 他企圖呢 就是想用那麼多個後衛去封住Half Space 阻止這個呢 就是大衛斯華和奇魂迪布尼Underlab 所以萬成呢 就應該要改變個策略的 今天應該就是要用回第一季 拿英超冠軍的方法 即是不做Underlab插入 反而做兩邊六頁進攻點 拉邊45度角切入去的動作 進攻點拉邊才是最有效 去對付到五個後衛的方法 人家五個後衛中路最多人 你還在中路去 你是不是有沒有那麼愚蠢呢 五個後衛唯一的破綻點 就是兩邊那裡拉住他 起碼還有些位子 你不去拉和不在那裡插入 就不知道還可以做些什麼的了 可惜啦 今天萬成一隻正式的六頁拉邊球員都沒有 連史特寧都不拉邊 你想怎樣呢 沒得點的了 進不了夠多球 再加上後防線皮翼 半場就打和了 24分鐘的失球來說 因為史東斯基本防守能力欠奉 竟然連續兩次都不跟對方對抗搶第一點 完全不盡力去用身體頂住對方 輕鬆給對方做支點 所以呢 紐加素用普通的連結都能夠產生到射門 最後last moment來講 史東斯都沒有盡力去剷下去 去阻止對方的射門 那麼對方當然就是容易入球啦 那麼防守那麼差 當然就是很容易會實球啦 那麼 去到下半場差不多開球之前了 那麼哥迪奧娜呢 都仍在場邊那裏抓住大衛斯華在那裏 在那裏教路 那麼當時我見到呢 哥迪奧娜好像有很多東西要交大樂 那樣我還以為下半場 萬成有新東西看 誰不知呢 原來沒有的 開一開球來說呢 又是見回跟上半場一模一樣 Mandy衝上去條邊線拉邊 扮進攻 怎麼繼續呢 就是教實球 那麼所以其實呢 不能說扎怪耶穌67分鐘 喪失黃金機會的 因為呢 Mandy上去拉邊 那就是會夾進攻點中間 進攻點中間 面對泰國人馬踏襲 連結就很高難度 所以搞了那麼久呢 整場來說 只有67分鐘 被耶穌中路插進去 出現黃金機會 那麼大把而已 那而且呢 就是要做到很快的連結 才可以破到這些密集 那麼耶穌變得太快 就不夠時間去準備 那麼再加上 中路插進去 立即射門又是有難度 那難度 那難度當然是高 過接應兩邊的地波傳中球 去產生必入球機會 是不是 那麼今天呢 萬成呢 走去挑戰了些 不應該去挑戰的難度 所以挑戰不了 不能夠扎怪球員 那麼 而且呢 一路等下去呢 哥迪奧拉還未換走Mandy 那麼 那麼萬成球迷其實 都是打定輸數 都是對的了 那就是我懷疑呢 那就是呢 郝加走去左邊做左後衛 玩變形系統 入中間呢 還會好用過Mandy 拉左邊 那麼其實看到Mandy 有一下呢 那下半場 明買明買都不知道 斬了那波去哪 充分看到她 根本都是不行呢 就要拿走她 可惜啦 哥迪奧拉呢 全場都沒有放棄過這個 极仔Mandy 反而他第一個放棄的球員是馬列斯 這裏開始爆了 又是表現到今季哥迪奧娜調動室上的過室 其實到了下半場,這裏很可憐 到了下半場馬列斯的表現已經好很多 再加上他和奇魂迪布尼的合作 開始見到有起色 下半場經已做到兩次他交Underlap直線 給奇魂迪布尼的HalfSpace插入禁區底線 是有地球傳中出現過的 差不多做到事的時制 差不多做到事的姿制 誰知道馬列斯差不多上手的時候被人拿走了 其實繼續上線就可以了 不是,差不多可以了 拿走馬列斯,厲害 哥迪奧娜今季真的不知道在做甚麼 他只不過就是靠81分鐘 奇魂迪布尼用個人能力軟射入世界 又是打算用個人能力緊緊過關 完全沒有辦法做好自己的組織 領先到2比1之後 還是厲害到 對自己進攻取代防守的概念 都沒有自信心 竟然拿走耶穌 去加個防守中場 打算撐住他 這樣做 縮骨到這樣 你說他還不是哥迪奧娜 但是當時他又叫史特寧打中間 左邊沒有進攻點 削弱了中路支點能力 沒有耶穌 就開始拿不定球 拿不定球 反過來就多了機會給紐卡蘇進攻 我真是想問一下哥迪奧娜 你真是對你球隊的防守力 這麼有信心的嗎 竟然是放棄進攻取代防守的概念 我真是想問一下你 你還記不記得自己是誰 你還記不記得自己是誰 你不記得呢 我告訴你 你叫哥迪奧娜是進攻教練 你施承告老夫是用進攻取代防守的概念 你現在連自己老祖宗都忘記了 你竟然違背自己的信念 你打算摩連奧上身拍大巴 你違背老祖宗 你這次也算活該了 你看一下你87分鐘的防守死球 你要找個人封住禁區頂的嘛 這麼簡單都沒有做到 被舒爾維輕輕鬆鬆軟射搞定 你這樣防守 你打算摩連奧上身 你不要開玩笑 你節省一口氣了 你無端端自己拿走耶穌 拿走進攻點 你二比二之後 你就不夠進攻火力去贏回 你沒有換人名額 你絕對活該 你哥迪奧娜今季 絕對令人極度失望 你好好回去反省 自己想想自己 你首先想想你自己是誰 你記起你自己叫什麼名 你老祖宗在哪裏 你問回你老祖宗 你看回歷史書 你就算不看歷史書 你都真的拜一下神 去回人家的神主牌 問問你老祖宗在哪裏 你想回這些概念 你才跟我說 哥迪奧娜 好了 來到這裏 希望這麽多人可以 按廣告 彈廣告視窗出來 播出有張廣告片 這樣才可以幫到 小弟友收入的 多謝 多謝 記得要訂閱 按鈴鐺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 以及用25元的方法做頻道專屬會員 多謝 好了 手機 影片下面會有固定的廣告字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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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的廣告 記得要按鈴鐺 讓廣告視窗出來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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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也會時不時 影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拍下一條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這條廣告片的內裡找廣告連結 按鈴鐺 按鈴鐺 伺手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们明天再見 拜拜